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现在大家都来合作设抢 生鲜蔬菜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是被遗落的 像刚才的比奇菌 还有黑木耳妹 那这边看到 如果假设你今天买不到生鲜蔬菜的话 你可以买我们的冷冻蔬菜 我们现在架上有冷冻三色蔬菜 冷冻花椰菜 冷冻玉米粒 冷冻马铃薯丁 冷冻蔬菜可以在缺菜期的时候 代替你买不到生鲜蔬菜的缺憾 那这里看到还有一个寿司豆皮 其实它蛮好用的 所以我就为这几个角落平方生物 设计到料理来给大家看 首先这个是比奇 比奇它其实很低调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但是你看它长得很像陀螺 所以大家都说它很难削皮 因为它很小颗 而且它表皮 这就是它的表面就是 你可以削的手握的那个地方太小了 但是你看削腾这样其实也不难 因为我发现其实你要有耐心 慢慢削 这边看到我先切掉它的头跟尾 你把头跟尾切掉它就会比较工整 比较平 它就会有一个轨道出来 这样你要用削皮刀就会比较好削 一般在我们的中式料理里面 我们的经典年菜狮子头 它里面就会放比奇 因为这样吃起来你就会有脆脆的口感 然后比奇它也可以拿来炒虾仁 或者是炒鸡丁 或者是我看到有些朋友也会包水饺的时候 然后在绞肉里面也是一样把比奇放进去 它其实应用蛮广的 煮火锅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哦 不过像比奇它可以创造出脆脆口感的感觉 豆鼠它也是一样可以带来脆脆的口感 只是说这两者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豆鼠生吃很像梨子 然后比奇它的甜蕴跟口感其实会更好 这两个食材不太一样 比奇不好种 因为你从头到尾它需要很大量的人工 从种植到采收 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泥林当中 它的脚都是泡在水里的 所以现在没有人要去种比奇 所以如果看到合作社架上有比奇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到现在还坚持种比奇的农民 这边看到其实我用刀子也可以削哦 你多削几次你就会了 比奇是你要吃的时候再削皮就好了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买比奇的时候 尽量买它还是带皮的 整颗看起来很饱满手感很扎实的 这边看到我用了冷冻三色蔬菜 然后加比奇然后还有黑木耳 我还加了小黄瓜 因为夏天吃小黄瓜 我觉得非常的赞 然后这几个东西呢我会下去炒 因为比奇有建议大家不要生吃 还是要有煮熟过比较好一点 不入坤才是树啊 比奇都是很好的料理食材 所以真的蛮独立大家多多尝试的 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会农民不想再种比奇了 所以你可能就不会再有机会吃到比奇 台湾种的比奇 像我自己啊为了要做这道示范料理给大家看 其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买比奇 但是以后我会买 因为我觉得是真的你多削几次就会了 然后这边看到是我们的寿司豆皮 它是冷冻的 所以你要用它的时候就拿出来退冰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对切变成两个三角形 或者是把它去掉一边 这样子可以包的量就会比较大 看中间就可以稍微把它撕开 对我都有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刚才我在炒这个的时候啊 我就有加了紫苏梅酱 因为我想要创造出酸酸甜甜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不够酸 你可以加点霉醋进去都无所谓 这边我还多带了一样食材 就是阴嘴豆 对因为本来要开阴嘴豆的客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没有办法开了 我们合作社的阴嘴豆它是干燥的 所以你要煮之前一定要泡水 像我自己是会泡隔夜 然后泡隔夜的时候我会放在冰箱里面 因为豆类的东西我在泡水 我不会让它在室温下 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 这边看到把它包一包 但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清爽的夏天菜 而且又很漂亮 然后它营养又很丰富 其实比起有很丰富的营养 大家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像我在吃东西 我会很建议大家 就是这个时节 如果你来合作社看到有什么蔬菜 你就多多尝试 不要排斥它 因为每一个蔬菜 每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都有它自己不同的营养 这边再带大家看一下鹰嘴豆 我一次煮一包起来之后 我会把它分装小小盒一盒一盒 连鹰嘴豆水我也会一起分装 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缺菜起就多多运用我们架上的冷冻蔬菜 一样可以创造均衡的营养哦 下次看到比起带回家吧 我们下次见拜拜